教育部針對教師實施課稅 同時檢課的方案之後引發反彈 家長和教師團體都認為 國家對教師課稅 每年只能夠徵收到七十二億元 可是實施檢課之後 學校必須找很多的終點代課老師 除了教育品質下降 需要花的成本也比七十二億元更高 這樣的政策根本是得不償實 在課堂上傳道授業解惑 很多人對老師充滿憧憬 但教育部推動教師課稅和檢課的政策後 讓很多教師不願意超時代課 也不願意兼任行政職 終點老師的比率又過高 種種問題浮上檯面 教師課稅基於公平性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的前提必須這個教育資源 是用在教育上面 顯然這個政策是失敗 而且製造了非常多新的問題 剛剛包括這一些 這個代課老師的問題等等 教師與家長團體出面大聲疾呼 目前教師的更換率已經超乎一般學生能適應的範圍 更別說是特教學生 需要花更多時間來調適 因此他們提出四項主張 第一希望教育部重新評估授課時數 避免代課老師比例過高 影響教學品質 第二優先聘請教學的專任教師 第三希望改善教學的軟硬體設備 第四增加行政人員的補助津貼 教師團體表示 教育部目前並沒有正面回應他們的訴求 因此他們希望各界能夠一起施壓 正是各個學校正在上演的教師問題 有電TV陳婷芸 張若珊 台北報導